随着笑声响起 一道黑影缓慢地在拍卖台上浮现了 在那有些熟悉的笑声响起的刹那 金银二老脸色微微一变 而当他们的目光望向拍卖台上的人影的时候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 小眼 你杀了韩蒙主竟然还敢来黑角夜 从金银二老嘴中传出的冷贺 立刻令整个拍卖场哗然了起来 一道道惊讶无比的目光望着黑袍青年 这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家伙 竟然就会是那个击杀了耀皇韩风的萧炎 虽然说如今萧炎的名字 几乎已经传遍了整个黑角域 不过对于其相貌 很多人依然还是感到很陌生 因此如今呢 看到的传闻中 能够击杀韩风的强者会这么年轻 都是有些感到难以置信 扫了金银二老一眼 萧炎一阵轻笑 我说两位这话可真是好笑啊 这黑角域中每天被杀死的人是不计其数 难道杀了人之后就得被驱逐出去不成吗 两者相争有所伤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有嘴哗实啊 这封城市黑盟的总部 虽说如今韩风身亡 可是我们身为黑盟的成员自然也是有权利收回他的 不过现在看你这意思 竟然还想独自的将这座城市计为己有 未免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吧 韩风已经身亡 黑盟已经解散 而且胜者亡败者扣 作为胜利者 我有资格接收这座城市的一切 若是两位不满意的话 尽管放手来抢夺便是了 修言微微抬眼 逐渐变冷的话并没有给二人那一点面子 这番话一落便再度引起满场的骚动 在整个黑角域当中 可没有多少人敢用这种口气和金银二老说话 好哥不止天高地厚的小子 还真以为你打败了韩风就可以纵横黑角域了 当初若非是有苏谦的老不死的 以及内院强者护着你 老夫早就把你给杀了 看到金银二老动怒 拍卖场内的窃窃私语顿时小了许多 一道道目光有些幸灾乐祸的望着台上的消炎 金银二老的手段 黑角域的人可是颇为的清楚的 这两个老家伙最讨厌的便是别人当众服他们的面子 如今消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他们两个人难堪 想必今天这场拍卖会 想要顺利的举办 可还真是有些不太容易啊 你们二人若是分散开来 让你们不寒风后尘并不难 消炎淡淡的说道 这两个老家伙虽然说联手 能与斗宗强者勉强相抗衡 可分散的话 也就顶多是啊 斗黄巅峰实力 以消炎如今的实力下 击杀一名斗黄巅峰 并非是不可能的 哼 幼稚 黑角域当中没有公平 只有胜败之分 这么多年来 不管对手是强是弱 我们皆是雷手而战 分散 那是笨蛋才会做的事情 不过你这毛头小子 竟然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那我们今天就顺手 把韩峰的恩怨了结了 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 桓刚落 两道雄魂的气势 便自今二老体内抱勇而出 最后汇聚在一起 笼罩着整个排卖场 好 秦老阎老 杀了这个小子 我们再联手将销门彻底的亲密了 封城不可能落在这些家伙的手中啊 二人身后 那些以前同属黑盟成员的一些家伙 看到前者的举动 立刻脸色兴奋的大声喊了起来 对于封城呢 他们同样是极为的垂涎 自然是不想这块大蛋糕 落在了硝烟的手中 看到众人支持 金二老阴沉的一笑 自体内涌中的气势啊 也是逐渐的变强 在金二老这般强悍的气势压迫之下 拍卖场当中 大多数人都脸色胀红 唯有少数强者 这才能够脸色不变 在这种压迫中安然而坐 修严目光平淡的望着金二老 急身后 萧丽阴沉着脸 一挥手 拍卖场上方走廊上 忽然呢 窜出了一道道黑影 手中闪烁寒芒的弓弩 直指下方两人 直等一声令下 那剑雨呢 便会将这两个人抱舍而去 这两个老家伙 这次怕是要倒霉咯 天音宗 罗煞门 狂师帮三大势力首领 望着呢 爆发出气势压迫的金二老 对视了一眼 幸灾乐祸的说道 别人不知道 他们却十分的清楚 在这封城之内 可还有这一名 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呢 而且这名斗宗强者 明显也是与萧严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些家伙 想要凭借着人多 在这里撒野 可却是自讨苦吃了 感受着那拍卖场当中 越加强横的气势 片刻之后呢 无数道目光 注视之下的萧妍 缓缓地从袍袖当中 抽出了白袭的手掌 十指交叉 淡淡的声音在全场响彻 今天是我萧门 举办拍卖会的日子 任何人在此处撒野都将会视为敌人对待 你们两个老家伙也同样不例外 呵 好狂的口气啊 今天苏坚以及内院重强者都未在此处 你也配合我们这样说话 萧严斜撇了两个人一眼 却不再说话 手掌缓缓举起 然后轻轻一挥 轻柔的声音传出嘴中 麻烦了 让那两位安静一些 话音刚落 其身旁的空间呢 变一阵扭曲 旋轻一道充斥着无比诱惑的妖娆娇区 犹如鬼魅一般 浮现在众人视线中 突然出现的美人啊 让全场的目光都呆滞了 一些定力不坚着 连脸旁都涌上了些许的潮红 喉咙滚动着 在那对男人有着巨大诱惑的 妖艳的容颜之下 是丑态百充啊 美杜莎现身的依莎娜 原本一脸冷笑的金银二老 脸庞也缓缓僵硬 对于这个美的近乎妖孽一般的女人 她们有着极深的印象 当初寒风 便是被这冷血女人 直接一脚给踢死了 而且最让她们心沉的是 这个女人呢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斗宗强者 该死的 这女人不是在追杀硝烟吗 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帮她 金银二老铁青的脸色略微涌现了一抹苍白 那蛮横的笼罩全场的强悍气势 也是在美杜莎呀 淡淡的注视之下 悄然的削弱的 终于如看到了猫的老鼠一样 尽数回缩进身体之内 虽然若金银二老号称联手 可与斗宗强者相抗衡 不过却仅仅只能与一些初级斗宗强者相抗衡 而遇见苏谦那种强者呢 只要被对方稍稍拖延一阵时间 便会迅速落入下风 对于苏千金银二老 或许还不会如何的忌惮 可是对于这个有着妖孽般容颜的美人 他们却有着一种犹新的恐怖啊 这种恐惧毫无来容 不过却隐隐地告诉他们 若是真和这个妖艳的女人打起来 她们将会有九成的几率 成为其掌下亡魂 二老怪异变化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当下众人一愣 玄奇便有聪明的家伙查知道了什么 于是一道隐晦的目光啊 望向了那出现在萧炎身旁的美人身上 心中呢都涌现了些许的骇然 这女的究竟是何方高人呢 竟然连金银二老都感到了惧怕 萧炎淡淡的一笑 两位啊 这封城 你们看我萧门是不是有资格占据啊 金银二老 封城可是黑盟当初的总部啊 可不能落在这家伙的手中 只要两位一声令下 我们在城路的人马也会立刻动手 保证半天之内 便能清理所有的萧门势力 一些并没有认出美杜莎的家伙 听到了萧炎这番挑衅之话 顿时喊道啊 按照他所想 以金银二老的性子 定然是不可能对萧炎这种挑衅的话语 无动于衷 而到时候呢 他们这些势力也在天上急把火 今天呢必然能够将萧门彻底的铲除 然而这个人在说话之时 却没有看到 身旁一些势力首领 对他所投取的怜悯的目光 更有甚者还稍稍地挪了一下位置 在这种时刻听见这种话 金银二老干枯的脸皮 使劲地抖动了几下 他们似乎能够感受到 那从台上设下了一对冷漠目光 越加的冰寒了 金银二老猛地站起了身 旋即在无数道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 抛袖狠狠挥在 先天那名不知死活的家伙的脸庞上 强猛地进道 直接将后者一笑地打飞了 最后重重砸落在十几米外的走廊 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哀嚎啊 没长眼睛的蠢货 韩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 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 哪儿轮得到你在这里七七八八 拍卖场一片安静啊 所有人都一脸错愕地忘了那 突然一正言辞破口大骂的金银二老 但笑着望着场下的闹剧 萧炎知道 萧门这个名字算是彻底地在黑角域 响彻了 比方变得去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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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